县长林芝妙来到袁山香亲自贴红榜 恭贺112年南洋红龙果品质评鉴竞赛 红肉组冠军的果农黄谷川 除了冠军之外 袁山香的果农还囊括了亚军 季军以及优胜等5个奖项 可说是最大赢家 当中冠军得主黄谷川 栽种红龙果13年 种植面积约有7分地 采用有机肥料 并且配合政府政策取得产销履历验证 104年曾夺下红肉组及田王组的双冠王 连统今年已经摘下了4座冠军 第一名到第二名第三名 都跟冠军的和优胜的 都在我们的袁山香 天时地利人和 加上我们这些孤狼的打拼人群 所以佛农国都要多样的矿物质 而且夏天的消暑水果 在这里可以说 冰农和香蜜都很高 所以感谢我们这些所有的 孤狼的打拼人群 今天的冠军是黄谷川先生 既有黄谷川先生 可以说对到我们的佛农国 他用了有机的肥料 所以可以让我们飞龙果 可以拼一拼这么好 这都要感谢的地方 飞龙果已经整十几年了 所用的应该是 宜兰天然条件也很好 水质也好 我都水用而已 有机的肥料 所以说製成了我们的天然条件 我们宜兰天然条件也非常好 所以说把它製成了好 油量的肥龙果 原山香农会表示 今年的原山香 红农果品质佳 粒粒鲜红饱满 风味好 口感Q 水分充足 几乎没有草腥味 甜度更胜以往 达到22到23度以上 欢迎大家来选购 我们原山有 昨天一班这个火龙果班 有25个全成员 这次有16位参加比赛 包办了我们红肉组的 前六个长相都全部拿 说实在他们真的是很用心很厉害 那原山火龙果是 吃起来 香甜多汁 富含这个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肠胃蠕动 促进消化 因为吃起来差不多跟甘蔗 最主要它吃起来不会那么甜 因为它是葡萄糖 它不是果糖 所以吃起来很清爽 是夏天最好的水果 另外县长也专程前往罗东 恭贺田王组的冠军 果农油饼黄 曾在花莲农改厂 南洋分厂服务的油饼黄 在105年开始栽种红龙果 以大红为主的主要栽培品种 面积为0.14公顷 曾获得109年红肉组的继菌 油饼黄表示 为了提高红龙果的品质 采用草生栽培方式 并适用有机脂的肥料 以提高果品的糖度及品质 我本来在草生栽培方式 我本来在草生栽培方式 今年已经连向第七年了 我之前就过一次 红肉组的祭菌第三名 今年很幸福 去到天国边有我们帮忙 就得到我们在天王组的冠军 非常开心 这很欢迎 这实际上我们 美帮也美帮也就说好 我就在这身上 整个镇内的面积不大 但是我们也非常的用心 所以在这一次的一个 红龙果的一个比赛 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农友 能够获得到好的成绩 所以在还没比赛之前 我们就有这一个设立的一个目标 只要有得名的 农会这边都会有这一个加码的 那这一次的田王组得到了第一名 那农会这边的加码金是五千块 那也一方面也是鼓励我们农友 游炳黄先生是田肚子 所以我们说红肉组跟田肚子 品质都非常的好 邀请大家 终于要来买 赞 中民困顶 欧肉 感谢 我们如果买得多 也会增加好的品质给我们吃 南洋红农国 游炳黄 赞 赞 赞 县长林志妙表示 目前正值南洋红农国上市季节 且国品都经过全数的县政府 农药残留检验合格 品质安全有保证 呼吁全国乡亲好朋友 多多支持与选购 共同支持在地的优质国品 详情可洽询 原山乡农会 三星地区农会 罗农镇农会 以及南洋金干生产合作社 以来新闻记者十四名 采访报导 欢迎访报导 好